原来罪案真的是 明目张大 香港都是打击打得慣如光严慶 一拳打都不行 是啊 你叫鱼鱼鱼锤仔 赤手空断我也害怕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C++4 我是Greg 我是Joey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 加拿大特别多不多治安问题 我小时候记得入屋爆竊 就是一个都叫常见或者常听到的问题 现在就是等你入屋才不是爆竊 等你入屋是抢劫 这个问题就好像明显些 几年疫情之后就比较严重 分享一下 其实整个多不多是否真的治安很有问题 等一会儿讲的内容 都是我们自己经历的东西 以及自己在做的东西 以及自己的想法 你有不同的补充 欢迎大家留下留言 C++4是留下我们移居加拿大的一切生活痕迹 多谢你陪着我们成长 以下给大家一个数据 其实是我同事找的 我刚刚早你几个钟前看到 你都会可能打个凸 整个加拿大 这么多的城市安全排名 大家有兴趣吗 去看看lumbio.com 它如何定义安全 多伦多Uptime的华人区 不外乎就是 Richmond Hill Markham Lorth York等等 安全排名 如果超高还是超低 只是看近几年报道 我会猜是低的 那你错了 Richmond Hill 和Markham 是全加拿大多城市 最安全的第四和第五名 第三名都在多伦多这边 Oakfield 第一名在旁边 Cueback City 第二名在温哥 那边 Cocquitlam 我们听的新闻 两宗是Richmond Hill Markham 但是我们看到 排第16名安全 就是多伦多 就是Downtown 第16名安全都可以 其实都已经差很远了 因为Crime Index Richmond Hill Markham是28 多伦多Downtown 已经42 差很远 刚才说的几个城市 以Numbia.com来说 都尚算安全 以亲身经验来说 我们和九十年代 或者二千年时 我们读书 其实那些罪案 包括偷车 毒品 枪击 凶杀案 其实有没有 真的多了呢 其实我和Greg 我们带着家人 过来多伦多这几年 都真的觉得有转差 但是如果你问我自己 有没有亲身经历 或者目击到 一些这样的事发生 的确是没有的 现在 比起以前 我们有很多途径 平台快很多 去知道这些新闻 或者这些 数据 很容易可以一搜索就找到 另外就是 小时候真的不懂得害怕 现在有自己小朋友 要顾及到自己家人的 安危呢 那你就真的会很关注 我们小时候就打算给大人 我们现在就是大人 这些所有犯案 我不知道是不是多了 但是我觉得猖狂了 明目张胆了 比如在十字路口停下车 就垫着你头就要出提这些 或者以前我们在说 不是在家里 一定要轮流的灯 就是教一些 时间去轮流开 现在你用什么等 其实家里有人就进来 问你拿钱 这件事就未必是在 数据案件可以解释到的 怎样叫猖狂了 包括他用的武器升级了 我们的自抗抗 多了不合法的情况 而判刑不承证给地低 我觉得 多伦多来说 其实哪些地区比较犯罪多 大家移民要避开一点 我们以前会回答你Scarbo 多些谋杀 多些什么枪击 什么黑帮 这样的东西 这个其中的因素 就是可能某个区是定义了危险一点 但是其实人多一点 人逼一点的地方 都是有这个感觉的 包括譬如你有个社区中心 被人安全吸毒的 那你附近就多了那些隐君子 那你这个感觉 对你来说是否犯罪呢 可能不是的 但是我带着小孩会害怕 这些地方有机会犯罪率 或者犯罪氛围好像高一点 就要去避这些地方 所以为什么多来多 Downtown是double了犯罪率呢 碰撞也多一点 RQ也多一点 那其实怎样尽量避开这个犯罪区域呢 根据Toronto Police Service 里面有个网站 都有一个犯罪的集中地的 那其实你看到图表 颜色越深色就代表 越多所谓的罪案的发生 可以用这些搜索去搜索 你认为或者你想住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最危险 会不会相对安全等等 买屋的时候做投资 都是需要的 那没有人想去投资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或者这么说 不要贪便宜 住在一些 Defined 都说不安全的地方 一 你是便宜买 但你也是便宜的 二 你真的不安全 是不是 为什么要住在那个地方呢 可以去一些安全的地方 买小一点 行不行 我们香港人能屈能生 这个网站给大家做参考了 有一次怀疑是有人想 kidnap我的 是我走回家的时候 有辆车突然间 很慢很慢地在我旁边跟着我 然后终于他停下 他就弄下窗子 就说我可不可以车你 直接叫我上车 那我自己觉得最近的 就是我买开Bill的一个店 他是被一些大人派一些小孩去打劫 而小孩捉了 其实他的网站是很低的 但是他一样是带了大大股的锤子 甚至拿着枪去拨破 那我跟那个staff说 那本买了很久了 那你怎么办 没有啊 明天还是要上班的 不然打劫打得惯 这样令我觉得有一种心酸出来了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其实是什么问题导致呢 一 我觉得可能在教育上面 很多那些小朋友 他在那个学习的环境 他 thrive不到 得不到帮助 support 那他们就会找了别的途径 去找钱 或者为了有些归属感 他可能就 join 了一些不是很好的帮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很大的因素是 家里可能有破碎 未必是破碎 但是可能爸爸妈妈 某一些原因 他是很少可以陪伴那些小朋友 那跟小朋友很少很少的沟通 那他又是会去了其他地方 找那个他需要的 attachment 我自己想 那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 现在政府的方向 不是去惩罚他为主 第二可能那个福利的问题 如果你成功证据了你的 income 是低那多少呢 政府是不断不断去给 我认为过多的福利 他而没有 support 这班人 没有站起来 创造那个城市的 GDP 那最后呢 他依赖了那个福利来说 他不需要投身回社会 如果他不需要 不得只他不是黑食 我可以打劫 或者我可以请个小朋友去打劫 而小朋友不是矮的 十七十六岁那些 牛高马大 大家落尺那样拿着个锤子 你要滚滚拿着锤子 赤手空断我都害怕 就是加上那个枪械管制 他的政策就会是监管着 譬如打猎的枪 但是没有真正在管着 核心的枪的问题 第四了 就是我们self defense的后果 越来越大 他要拿着枪行劫 你真的要Defense的话 首先我已经无枪了 pepper spray 最有效 但是禁了 你拿去噴人就不行了 甚至吹了一下 你才可以还击 拜拜 拜拜 而几年前是有的 而法律是倾斜于保障 人是平等 more of 他的意图是怎样 就算是邪恶还是善良 越说越刑 如果用你讲的那个场景 有一帮人拿着锤子也好 拿着枪冲进店铺 其中一个职员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枝枪 而他可能他害怕的情况下 开了一枪 伤到其中一个贼 那他是不是要坐监呢 都很大机会是伤人 或者被人告意图谋杀 你证明到对方是没有意图想伤害你的话 因为他没有伤害你 录片前一个月 多伦多的警察局 就着这个爆竊 偷车问题 就开了记者招待会 他最后就叫我们的屋主 麻烦你把你的车匙放在屋外面 让他偷得顺利一点 他就不会搞你的了 因为你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 你肯定他是叫人把车匙放在屋外面 是呀 是呀 呼声很高的了 就是想骂他 就顶他了 他再开一次结局 他说没有办法的 你真的不输得低他的 他要偷车的 你是不是给他一个当眼的地方 我延续的 用Rainman拿车匙 你不要进来抢我 他说他多数都是 after你的车匙而已 他不是after想杀你 他这样说的 那在今天这样的政策倾斜底下 我做警察我当然是教你这样做 因为我不可以自身抵抗 我不可以做其他任何东西 希望政府会有什么政策上的改变呢 放一些资源去帮一些有需要的人 他们不单止是就这样给钱他们 我想他是放在一些的资源 例如家庭的训练 某一些条件底下 他是可以免费去得到 另外是在学校里面 我希望可以见到多一些 类似的教育指导 或者学校一意识到 家庭上有些困难 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人 例如指导师 指导师 他可以加多一些资源 在那些 我想会由根本那里 发挥到很多作用 我想他们在就这几样东西去做 将那个注意力 是放在正确的位置 譬如福利的倾斜 自抵抗的范围 权力多一点 平等一点 包括爆涉偷车发生的时候 会有个分别 譬如可不可以一起压低它 而是拱手商用你的银包 一拳打都不行 其实不理解 现在的党派试了八年 只是越来越恶化 我觉得其实可以是 趁这个大选 make a change 趁着这个机会去发声 说的声音 在现在就要收集意见的了 我自己现在有一些线线 其实可以送到 到未来的新的政党上 来到5月9日 约约大家一个忘聚的 主要是大多市的朋友 想和大家说一下 加拿大大选总理之后 房地产的改变 和大选对治安生活的 一个小小吹吹会 希望大家在下面 description box的连结 去按报名 30分钟我们一起吹吹吧 其实现在就这么说 如果这件事再发生 或者新的政党都做不到 没有任何改变的 我们面前都要自保 有几个事我正在做 我小孩一人有两个air tax 我自己会追踪到他 还有我们应该要教小孩 讲大话 一个人走上学 放学 其实就告诉你 我爸爸和一个uncle 就在旁边 我刚在厕所找他 就是爸爸 一个人开门 你就告诉你 爸爸在上面 其实没有什么情况 我们不在家 不过这些就要保护自己的谎言 还有小朋友不要自己去厕所 你要犯任何的罪 我不说得深入一点 五分钟十分钟搞定 有一个例子就是 又不是七星亿的 那女孩进了去 那爸爸觉得有问题 接着好像不知 及时可以拿出来 然后那男人就在女次的厕隔出来 他一直躲在厕隔 叫他不知道要关门 不知怎样 很多不同方法 终于全部都是大行要在隔离 就会难些去盛事 所有事情 家里的安全 不知怎样到现在 有些人是欠了钱 买那些镜头的 我说要灵死角 和射强光灯 两种东西 在每一个角落头 热那些买贵一点点 那些镜头可以教某个位置 先去响 如果你越来越强的 Security 不是一定没有人搞你 但是你整条街都不着灯 是要搞你又亮灯 又亮灯 又亮灯 又可以有咪咪叫报警 先选不选你 如果都要搞你的 是针对 尋售的 他们会踩线的 就是你离开的时候 也都要用那些镜头去教不同时间 甚至用APP Random开灯 关灯 警察有好推荐 叫你养一只大狗 那么他做的就这么多了 开车的时候 就是要小心 一个键 Transitional space 譬如回家 看看人有没有踩线 Back in 去驾驶 删在家里面 所以电动车帮到你了 因为你不会一样化碳中毒 OK 删完 大家才下车 我们都是会偷懒的 但是要最好跟着 有什么事 你先去车头走 出车前 外面有没有不应该停的车 有人的 那你又要快点走 或者不要出去 去到那些商场目标地 不要立刻出车 看看有没有附近有人 他看到那些看 其实他都害怕 然后下车 快走 回去车前 又看看旁边有没有人 尤其是妈妈 跳上车 立刻出门走人 还有小朋友 不要摆在车上 自己带人走了 一来被骤死他 二来 是有人就这样抢车 他鬼子后面有个BB在那里 他不想抢你的小朋友 那就走了 总之不要让人 带你的小朋友 和你自己去第二个位 不想好 不想好 你怎样都要在那些地方 跳下车 不要被人绑住 这些很深入 当然很恐怖 那是否有附近 是附近的 那是不是很多机会 会在你身上发生呢 都很小的 第一发生 是不是承担到呢 那这个我会做的 大部分东西 我想想可能会多一些 我想一家人 起码一个要尽全力 想这个责任 怎样做 然后第二个其实都要配合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烦呢 就是作为一个妻子 我听到这些 我最先最先 我都会觉得 哪有这么夸张的 我回香港做事前 是在多伦多生活16年 是可能五只手指都 没用完的 自己目击到 或者听闻的罪案 这次带着小朋友回来 发觉自己住的多华人的区 原来那些罪案真的是 明目张胆 最后有没有事 以前的感觉是 你晚上出街 去一些小人出入的地方 都要小心一点 现在真的是 好像Greg提醒我那样 就算是一个 很多人的一个停车场 你都要小心 我最近一次听 就是一个华人 经常去的shopping area 就是光天化日 有其他车在的 不是没有人的 有人是持窗去抢车 听到被人抢车的地方 是自己一个星期 最少去一次的地方 心真是害怕 这些都是某个人要学的 他也很害怕听的 这些世界 不会这么丑陋的 遮住耳朵 但是我不是想听的 我觉得我需要听 好像投资那样 我当然想看剧集 你想学投资 但是我觉得 那个火就要去保护 整件事 这样 我也很想 刚才说的 event 大家都可以参加一下 我们一起收集意见 呈交给某些有关联人 看有没有改变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下面 去留言 去讲 大家怎样一起去解决 或者舒缓这个问题 最后 如果真是新移民你的朋友 希望都不会吓死大家 但是这个的也且确 会发生的事实 不是说得那么差 但是其实是有东西可以改变 但是after all 你说 喂 很大事 不如不来了 交给自己平衡 好处坏处 因为没有一个完美的世外桃源 这个地球里面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取舍 试的期间 一年三年 一个家庭定了 试的期间就不要想来想去 怎样融入文化 怎样去看这边餐厅 就是那段时间 就不要左右摆 直至到你认为 那段时间结束 才再决定 好 今天就这么多 今天就好像很悲惨 其实是一个 来自有得改变的机会 如果大家有留言 大家可以再加 大家可以给赞 给分享 私下加四个 更多关于四个小朋友 是怎样生活的 健康 生活的资讯 都会和大家分享的 记住 subscribe 按下小钟 尝试看 如果大家都想学一下 基赛投资知识 欢迎订阅我另一个频道 我要做虎翁 下次见大家 拜拜 alesta show me the front door ok 好